各按理想 屆時請台上變速停止發言 本場比賽依據由反方先行截別 比賽即將開始 請在場觀眾將手機頭能震動作的靜音 以免打擾比賽進行 本場比賽協決掌聲 本席開始宣布 比賽將由影響1分鐘後開始 比賽自動化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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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正方一面上台胜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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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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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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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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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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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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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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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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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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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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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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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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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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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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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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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利害,也就是說他們今天要求政府強制給他們預算的時候 政府是勢必要排擠其他某些預算,來將這些預算挹注回 他們原本希望要求他們不合理超過的預算上面 而我王今天做的是,有一個裁判法官要求強制執行 執行這個,他們不能,他政府應該要做到應該做的 我王認為應該做跟警察人員想要獲得的,在本質上是有非常大的差異 我王認為今天所謂仲裁給予的就是所謂我們應該拿到的合理的待遇 而對方沒有可能獲得的就是在合理的待遇以上 在過了基準線,在合理的基準線以上的這一塊變成的弊害 將會轉嫁回人民身上 將整理可能在某些政策上,某些實行上面 他們會獲得因為政府給他們,因為政府預算缺乏 而又要給消防員員這樣待遇的後面回饋的這一塊 在我王認為其實,在我王認為底下 對方費用的做法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他們過於的要求了政府一定要給他們 他們不應該獲得的東西 就像我方前方所說的 今天一個利益,建議一個家庭的機會 誰不想要有 對方沒有 先說他們會在公會內表決,通過台產師發工 而我王認為其實在公會內表決 公會內所有人都是屬於同一個職業的人 他們當然會想要為他們自己薪資 跟他們自己的權益繼續加油 所以換言之其實他們對於這種合理通過的門檻其實非常低 他們認為其實這種東西 因為對他們的利益來講他們是有幫助的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去 他們當然會表決通過來獲得這個利益 我王認為今天合理價值在哪裡 今天合理價值在於 消防人員在拿到這個獎 在雙方世界上都是被受壓迫的 而我王認為其實 這些消防人員被受壓迫的確是應該要被改善的 但我王認為改善到合理的部分 還有改善到政府能夠做到的部分 就夠了 因為在改善到這個部分之後 就算他們的待遇還是 還是沒有到完全像正方所希望的那樣的好 我方也認為如果沒有保障這個 所謂合理的界限的話 對方沒有世界下社會上產生厲害 絕對不僅僅是罷工後產生厲害 還有我方 對方沒有世界下厲害 絕對不僅僅是罷工後產生厲害而已 建構的 請正方上台坐前 今天對方沒有態度是這樣 就是我今天政府 那你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 你去找法官 去找阿強是仲裁 沒關係 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仲裁結果 你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我方在上面最後呈現的一個差異 就是到底這個結果到底 這個命運到底能不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就是在我方一邊稿最後也提到的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就想要讓我方 我們今天去訓定 那外觀的就是 剛剛他有政府啦 說 明白講一點就是個俗辣啦 他不敢直接出來 就是去勞工再面對決 不敢面對勞工他什麼樣的要求 什麼事 去找法官 去找法官 我去贏 什麼事都找法官 那這個結果 那我們就 你就同意了 OK 沒問題 那這樣 那這個就是 鬆了 但 但我幫你講的 就是 這個設備總會一天會不足 人力有一天總會不足 在那個情況底下 要開始強壯來的時候 這個時機一彎了 在這個訓職 就往前面講的那些 徐柏妖 還有楊國偉他們都在 之前 他們的內政部他其實也有找人來做研究 說設備不足 情況已經重 可是過了十年 過程之中 不斷死一個人 死兩個人 13個人 14個人 死到最後 新大國死了6個人 政府終於猜出來說 欸 好像有點嚴重欸 那我出來解決一下 那你們就 乖乖聽話 怎麼會提 我們來解決囉 那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非常久 這個過程我不知道他中間 因為這些設備問題 過失過勞的情況之下 導致警察人家執行起務的時候 知道是怎麼樣的順害 這個東西從事實上是看不出來的 原因它是背後 它背後 它是從事實上 大家看不到 但這個非常巨大 它影響非常巨大 就是我剛才講 對方沒有政府其實就是一個 蘇拉不敢直接出來 跟老公這邊對決 那我剛政府其實也 但就比較就是 長期還短期 想像剛才講到 就是如果在人不足的 在不足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 在能力和設備 長期不足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 期待這些人員 能夠在救災的時候 盡心盡力 在執行起務的時候 能夠為人民服務 你要怎麼 確認這件事情 你媽講很簡單 我們趴這個短期的 就是等到十七五個人 或什麼 好可怕喔 你有想過嗎 在這長期十年來 過程裡面死了多少人 你方沒有去做比較 我方實際上講的是 其實在這個情況底下 所以我用這個權力 我能夠直接在這位 對抗的情況底下 政府各等級我化 就像飛彈一樣 飛彈這樣對準你 你害怕就好了 不一定要發射 當然如果在他發射的情況下 就你方向政府要檢討 去檢討說為什麼 我今天可以做這麼爛 讓這個警告妹妹 一定得發生罷工了 警告妹妹想罷工嗎 那你不想啊 他們自己有自己工作的 接導的 他們也有他們 他們在高昂責的風險 他們想嘛 你也不想 但你方向政府 或在他們罷工的情況下 你方向的人民 你要檢討 因為你們方向人民 還有他們兼顧政府 有沒有照顧人民的警銷人員 你幫這個做比較 那 點賽來講 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也是很好的公民教育 什麼意思 其實台灣人民很好笑 就是 平常對外面的遊戲機會 都覺得 哇 又有血在亂了 捨不壞社會秩序 那沒關係 我激過好日子 看到罷工的時候 情況怎麼樣 哇靠 怎麼罷工呢 真的因為自己全力 真的去跟自方對抗 台灣人就是這麼 他們看到 有人罷工的情況下 才會覺得 這個事情 哇賽 真的有人可以 為了自己的權力 走上街頭 為自己罷工 造成社會危害 去破壞社會秩序 去打破這個 所謂美好世界的泡泡 讓大家發現 所謂的 這個世界多麼的殘酷 就是我方想談的 最後這個公民教育 讓大家能夠 所有 現在的所有被公民 受力壓大這些勞動 不能夠站出來 指著他的 資方講說 你再勿好善待我 我就罷工給你看 謝謝各位 比賽再提高一個段落 再欣賞完精采的比賽 好讓我們來 欣賞更精采的 採犯獎名 首先有請坐在主持 正前方的張子榮學長 各位好 再來 進入一個講評間 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猶豫了很久 我在想 我會不會在講評的時候說 將比賽我要把他推進判給正方 這非常有益 這真的不是真的 因為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謂推進判給正方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 你認為 在雙方 論點不明的時候 在最終極的十二 上面也會推進在正方 這一種狀況 那另外一種狀況 則是比較常見的狀態 會有 就是當反方變動直線狀的時候 而正方出城 比他後的時候 肯定很懷疑 正方 又或者是 衡量他雙方 到底制度的變動 協議現況比較遠遠 比較遙遠的一方 就是推進 對 所以請就在這個狀況 那順便交代一下 我個人參選的 這第二種體驗 就是當反方變動線狀 而正方出入成立的時候 反方的變動線狀 沒有成立 只能說就是正方有推進 好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就是我很猶豫 猶豫的意思是這樣子 先講正方 正方在出入成立上 其實蠻完整的啦 需要的各種解決都這樣很多 對不對 特別是需要講最多 就是到底消防員的現況下 到底有點嚴重 搞不好吐槽一下 明明就是警消 我都不知道你從來 警察官都沒有這個 正方從頭到來沒有這個 警察 反方也就想問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提醒大家都 很默契的 把他當我消防員 影響到三次 對 對我個人來說 如果反正有問正方 請問警察呢 正方說 沒有說我會派反方 直接派反方議 對不對 大家只有默契嗎 那在需要性上面 正方就真的很充足 那比較可惜的是 在跟索的地方分數比較少 就是到底現況下的 制度內 就是如果分順 只有一個例子 比較可惜的 那在法公司的影響力上面 就是比較多 對 所以中間的環節比較可惜 但整體來說是成立的 對 但今天正方知道的問題是什麼 正方知道的問題 出現在兩個第一次都很明顯 第一第三次在深入的時候 你的水域比較的內容是 罷工所能獲得的利益 就是消防員 不是警告 消防員所能獲得的利益 以及罷工所能產生的VTA 你在這裡做比較 對吧 你用長期的跟短期的做比較 但 可是今天反方提出的VTA 這個不是這個 反方還認為說 今天你有罷工權之後 他會不會過度的爛用 就是反方提出來的VTA 而且是一對有提出來的VTA 而正方也是在那邊 水域比的時候 完全會比這個 你比的是自己論點內部的水域比 那 甚至在二邊的時候 莫哲的時候 都會有自己的新論點 這真的真的超級尷尬的 對 正方已經一邊就很假的這個東西 所以那其實更讓大家確信 正方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在理會 這個論點耶 真難過 所以 效果就變成這樣了 明明這場比賽應該是 正方提到那裡的罷工 跟反方的這個仲裁權 來比較 合者的解決力更大 在不厲害相當的情況下 或者是 反方其實比較像是解決力 可能差不多 但是他會有更多的厲害 這才是正方在進行 你要入處的意義 可是正方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對我來說 今天正方是 你自己喔 問正成立到底為什麼 決定會改罷工權 但是到底有沒有優於仲裁權 其實是我主持到的 很好 那就是 為什麼我會說 我要監視給正方 這是因為 我覺得反方從頭到尾 沒有跟我說 為什麼你覺得仲裁權的解決力 可以跟他相當 以及 你的比賽比較少 而是他的比賽比較大 但其實就是兩點嘛 那 第一個點 到底仲裁權有沒有解決力呢 就只有一份資料 那正方其實你說 那個資料是法官的仲裁嗎 不知道 就沒有了 你也去試圖的論述 為什麼你覺得仲裁第三方的法官 他隨意很公正的做作判斷 對我來說 都是提不到的 而 正里卡尤雲跟正方的解決力相比 正方在論述為什麼 罷工可以有解決力的時候 就是 你知道那個明顯成果是有明顯落差的 如果我有相當標準要求 在解決力證明的話 我會覺得正方的解決力 還滿不利 那更嚴重的是 到底會不會有耐用罷工這些事情 就是仲裁地底不會耐用罷工嗎 那在解決力相當的情況 消防罷工這些會議 那正方也沒有出力 就是 你不會耐用罷工 但是你有反問反方說 那反方的矩陣是什麼 反方在這裡 可以接受到幾個 就有一份資料是 英國的消防要罷工 可是正方也有回應說 消防要罷工 它是 通貨補償是4% 那我們一定要調到1% 這樣不公平 他說很多已經不用調了 反方的結果接下來就回應了 就這樣我覺得非常的尷尬 就是 究竟仲裁的這個解決力 是否跟罷工相當 以及罷工是否會有多出來的 厲害仲裁沒有 這都讓我覺得非常的困難 那 那 通貨補償是正方其實也沒有打倒他 就是正方似乎有其中有一個 好像可以有 有一個攻擊師 你覺得這樣子 違反了我們的憲政秩序 對 說得很大 但到底有什麼問題違反呢 其實聽不太出來 而且 你實際的論述 又有一個基本的論述 是 如果法官做中場 那就要我們調預算 這樣調不太好 這是什麼鬼啊 現在該好是這個樣子嗎 就是 它應該是你要討論的是行政跟司法 直接他們關心如何司法如何 我們不應該在這裡進行強制 要求行政配合他 像你的預算 到底能不能從兵力有什麼關係 而且預算兵力也是立馬 而且也不是行政的事情啊 社會劇院很困惡於正方 道理解 反方這個可能造成很厲害 那如果今天 就是正方 你要額外成立反方的一個厲害 我會覺得 我不用努力的去思考 反方也沒有證明成立 因為 即便他證明成立 你也多打一個厲害 那就是反方要出所因 反方很明顯的 他沒有出所因 所以反方的這個制度 他是沒有辦法贏過你 這樣對我老闆沒有懸念 只是你也沒幹一件事情 所以 又回到前面到底 我要不要接受 仲裁的解決力 以及濫用的力量 這讓我覺得 非常的困難 對 好 那 不過最後 我還是派了一份論點 推你給正方啦 那你到底要理解是我最後 是因為覺得反方的科書成立 所以我派了一份推你給正方 還是我覺得 我主動幫你們比較 那我現在再講 我覺得在主動比較的情況下 我也會覺得 正方的解決力 是明顯多於反方 他在成立上面 因為正方很大方承認 還夠忙 對啊 幫我一定要找人 大家都厲害 有厲害大家都會怕 而這也是反方承認的 他的立體兩邊的承認就在那邊 而 反方在眾裁部分的解決 就是空的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相較 這樣就比較明確 那 但奈用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正方其實也是可以往後退的 而且後面隱隱約一約會走 我覺得可以接 但他接得不夠好 那可以接 因為他想要去抽換 此時的勞資不是政府跟消防員嗎 而是人民眼神同時 等於政府同時等於消防員 而他認為 如果你把消防員的這個權益受損 轉嫁到人民的消防 正方會就是可以接受 我會覺得他要往這裡 繼續往下接受的 是可以進行的 但反方在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在這兩塊弱點上面 我都會覺得 如果我要主動去做比較 兩者的承認程度跟論述的完整性的話 正方也是勉勉強強 稍微的好力 對 這是我論述的時候看來正方 那補充幾個小點 就是跟比賽無關的 是我個人的幾個困惑 第一個困惑是這樣的 第一個困惑是正方 雙方在討論不及消防員 消防員罷工 消防員不可或許 他用罷工就完蛋了 可是 反方不是有舉學的意思嗎 就是 英國的消防員 他們罷工了 要求一個正經覺得很不合理 他們也覺得很不合理的要求 然後呢 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故事沒有 反方沒有在講後續 那 後續如果按照反方 或者雙方的理解 聽起來 英國要被燒無藥才會 對吧 他其實就是一個不合理的要求 政府絕對不會答應他 那你不答應我 我就去罷工 那因為罷工很可怕 英國一定要燒掉啊 可是我們都知道 英國沒有被燒掉 為什麼 大家有去思考這件事情嗎 那我剛剛想來一下 很簡單 英國當時做好是這樣 你請消防員罷工 那我們就要軍隊來救火 所以呢 其實連差我們就已經耗著 那罷工就耗著 然後再繼續的去談判 那最後大家也就喊出 一個大家都覺得OK的結果 那所以英國沒有燒掉 罷工也結束了 對我會覺得在討論這件事情上面呢 你們這些東西都會讓我很疑惑於 真的你說那麼嚴重啊 事實會怎麼處理 這是第一個困難 就是罷工之後 到底 國家會變得怎麼樣 第二個問題是這樣子 到底罷工之後的處理程序 會怎麼樣 就是如果雙方都僵持不下 會怎麼樣 在現代的勞資糾紛啊 像之前華航的時候 就有那個嘛 那是誰 他們董事長 就有邀仇這個人才說 你要強制介入做仲裁 這意思是說 在現在的勞資爭議 如果對社會影響很大 而且僵持不下的話 社匪的第三方想說 我要介入強制仲裁 他是可以獨作的 所以民間的勞資爭議 他不會完全的僵持不下 會最終會被解決 又或者那時候他媽知道了嗎 對 但在國家當中會是什麼 當正方反對強制仲裁 或者是正方沒有強制仲裁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我也很期待要去問正方 就是你懂嗎 這跟你們的處理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現在的處理是說 你認為消防油門爛油門 爛油門的東西 爛油門之後 你沒辦法就是他 可是你要往下去講的是 相比於現況的普通的老子熊們 我是存在於仲裁機制的 所以仲裁機制其實 它是一個本來就應該存在的東西 而正方今天反而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他在論述上面 在新政上面 就會比較可以接受 你為什麼不用特別去論述來的呢 比他 因為就跟其他的 應該需要有強制仲裁的東西一樣 任何的老子熊們都會有失控的風險 都需要強制仲裁做底 所以強制仲裁 我也是趕快提出的題目反而是 正方為什麼在卡牢戰的時候 沒有強制仲裁在後面 正方不會解決這個困難 這也是我心政上 雖然沒有解決 會很困惑於雙方 為什麼沒有出討論這些事情 那最後再補充一些事情 這也跟太多有關係 就是今天我覺得這個題目 我個人覺得在奧瑞剛才來的事情 所以正方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 因為像正方你先提出的所有需要是很厲害 或是什麼什麼東西沒有做 什麼東西沒有做 那你希望透過婦女勞工 罰工具的這個東西來解決問題 可是在奧瑞剛裡面 反方他也教我政策強制仲裁 他可以直接上來說 一天都全部都要改 那正方這時候直勝下能做就是 就說 你看要改十年了都不用改 真的會改嗎 然後我就說 我就是要改怎麼樣 反方一定會改 所以正方只是說 所以我們剩下的需要 就只剩下說 未來如果又出現什麼東西 政府跟不剎 那我們留的力 那這個把握權 我可以趕進 那反方如果在主張 一切的堅決 就是討論正方此時 納入了那些未來可能 產生的避憾問題 你不能納入討論的時候 我會很困惑於 在這個制度設計 在這個規則裡面 正方要如何可能成避憾的利益 只是我自己在看出門的時候 就很困惑 我不知道 可是大家的產品 總共有一個問題 但以我個人的裁判裡面 接受的奧瑞剛支付所規定的內容來看 我會覺得 此時正方不可以主張任何反方 是不能達到的利益 那這個題目的正方是不能達的 對我來說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所以最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簡單認為我覺得 今天正方在樂趣上是成立的 雖然是認真的 相當原來的反方 沒有記憶 然後另外提出來的眾談決戰 解決力上是否相當 是否不會有其他比 他這兩點 我覺得 都沒有 對我來說都沒有正面成功 而相較於正方的論證 如果出不一較的話 我會覺得正方的發動 聽起來就是 優遇反方的 所以我最後淡結精緻 判裡面就不一定可以正方 對 那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來幫我討論一下 謝謝張總 學長 精采的成功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周庭科學長 歡迎我們進行獎金 那這邊我接收到的資訊 跟學老師探討 因為我覺得 今天的正方 確實有 錯説 解決力跟B.I.上面 很確實 然後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 就首先 就 分兩塊 就是反方要震霸 這個很厲害 那你不然就是 一個很可愛 就提了一個 相當的平台方案 你認為你只要 附入一個重裁權 那就可以 做出公正的判 那 那我們就看一下 第一個 避害的 這個 就避害的部分的話 這個 無非只要比 傷亡 那傷亡 這個數字的評價 雙方其實也不太好 真的比如說這十年來 警交人知道 無價錢要多少 然後這個 你罷工一天之後 傷亡 這其實不太好 因為你反方局 最可怕的例子 就是八十 就是 那個警察罷工一天 就是一百 那這個一百人 這個 在投輪的資訊 打電 裡面也存在 對啦 不可能一百人那麼誇張 所以這個可能會有所消減 那消減到多少 就 已經不是 能夠 劃一條線出來 那我可以承認 就是 確實 雙方做共享 有一些共識 就是確實會有傷亡 其實這個傷亡的數量多少 其實我也不清楚 那 反過頭來 這個 那個是民眾的傷亡 正方他拿一個另外的東西出來 叫做這個 警消人員的傷亡 或是消防人員的傷亡 這個 因為他們瀑布火場 然後這個 可能因為裝備老舊 所以就發生一些 工作商的意外 功勳集 那 多少年來 十多年 他們在醫院的時候 唸好多的人 雖然我唸得很爛 就是這個 聽不出來 就是這種 哀傷的 激量的感覺 就 我覺得那個唸稿 還要再加強一下 不過這不是 這不是我 我的工作 就是 繼續往下看 所以 當我發現 有兩種傷亡的類型 你們擔心的是 五種傷亡 他們擔心的是 你們看到了什麼種的傷亡 他們同時又看到了 工作人員的傷亡 那量 如果我們單純只 就這個 數字 不數字的話 所以我們不喜歡 把這個 零化優惠數字 在這樣 這樣做 那其實 我比不出來 或者說 在這張廠 這樣正方也想要 操作到 因為比不出來 到底誰 都誰 所以 所以 就 避害的層面來看的話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 比不出來的話 就是正方優勢 就是到底 罷工之後 他所造的 確實在那一次的事件當中 可能會有人 因為那一次的罷工 而都所損傷 可是 就整體的角度來看 有沒有 正方會不會因為這個紀錄 而蒙受更大的避害 我覺得未必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 所以如果 至少我們 就正方的制度來看 會不會有更多的避害呢 我覺得 打批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 以解決力 解決力 到底是正方強 還是反方強 在正方三變成聲論的時候 我認為他有說 正方為什麼比較強 理由是因為 雙派成分的 反方的仲裁制度 尤其成效 那個成效來自於 法官的判決 可能有法律的強 就是 所以你可能 要被迫的改善什麼東西 但是 我們 打個岔 就是 我覺得你們 身為 要交代這個 心理制度 可以防 其實你們是沒有交代清楚 這個 仲裁選 到底如何做 就裁判 就是 法官到底是 用怎樣的東西做裁判 用怎樣的基準做裁判 那裁判的內容是什麼 比如說他們就說 裁判為什麼可以省預算 可是 我覺得你們 我理想中 比較符合 用我 如果是用我在想 你這套價格的話 那個樣子比較像是 今天不是 法官來省你的 預算要給你多少錢 而是 你這樣子 不給他錢 不給他經費 這樣 因為 行政人員的申訴 如果行銷你很好 類似打 跟大輸手打 金證書這種一樣 那他就去告 那個他的公主 就是政府 檢證署或消防署 說他們好多年來都不給我們更新設備 然後申訴 未果 不拉不拉不拉 所以我們就打一場訴訟 然後要請法官裁判 那法官裁判說 奧頓已經申訴了 所以要求 請警證書 或消防署 限期改善 我理解的流程該怎麼這樣 可是這個流程 其實可能沒有交代情緒 所以很容易就會變成是 他們覺得好像說這個法官干預了 司法干預了這個憲政的架構 然後好像這個 他們可以要求 我們預算的分配 這個只是我對你們的一些 小小的建議跟那個 一些疑惑 但不影響到的比賽 因為我也不覺得 正方的那個攻擊 是有一個攻擊 就是 聽不出了所以來 他會違反憲政 要好反方說的 你們罷工黨是影響分配的方式 那這個人怎麼說 為什麼一樣都是影響 這個預算分配的方式 那這個法官來干預的時候 就要破壞憲政 那這個小小的基層的員工 不出外分 不叫做干預憲政 懂我意思嗎 就是聽不太出來 而且就這個專業考量來說 或是就一般我們對於這個 這兩者的身分上認識的時候 我心裡在那個節奏法官出來 就好像不曉得同正式 那這個小小的基層的員工 那可能就是因為自己的這個 另一考量 所以一個顛覆 顛覆整個政策 或資源的分配的時候 聽起來就有 就有那麼一點自私 就是他就有一個超然性存在 所以在這個 當典的工法上 我覺得你們可能是 極息反應啊 然後但是就有點差 但我就覺得差強了 好 那延歸正責 我們來 一按繼續看解決 為什麼我覺得正方有論正到解決率更強 因為 在他的三變成論的時候 他有一個關鍵 就是 有飛彈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 不要講飛彈 就有槍在手上很重要 你要知道我手上 你會把武器 那你會怕 所以不管我這把槍會不會發射子彈 或我不管這把槍有沒有子彈 只要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有可能被我威脅 那你被我威脅之後 這個你可能就會比較願意傾聽我的這個訴求 好 這個是正方任何威嚇力 有威嚇力 因為他的武器更強 所以政府會怕 然後政府會 會比較願意想要提 那反過頭來 為什麼仲裁 這件 就你們的制度 為什麼沒有他的效果 理由是因為 他覺得這種東西都可以脫帶一點 就是 你們雖然可以去告 就是你不滿意 我現在的這個資源分配的方式 或你不滿意一下這種條件 那好啊 去告啊 那你告完之後 這個結果出來 再講就好啦 你懂意思嗎 所以他永遠可以重複這樣一個過程 他沒有在怕 這個是正方所起訴的那一種政府心態 那就結果上來說的話 哪個才是 一勞演武的方式 或是哪個才是掌握主動權的方式 我覺得 こう一看